原来陈慧敏说的都是真的 我们却以为他在吹牛 我今年68岁 我行走江湖的时候是16岁 真正香港落枪打架了 我陈迷敏第一个 最风光呢 一个时整个尖沙咀是我话事 你尖沙咀就是陈迷敏的话事 你任何人去尖沙咀 想开夜总会 做什么夜场 你一定要得到我的头 不是就搞你 我不是怀疑你能不能抓到我 只是怀疑你能不能走到门口啊 作为香港真正的陪伴老大 陈慧美势力最大的时候 整个尖沙咀都是他的地盘 手下500多号小弟任气拆遣 他黑白通吃 好友遍布社团 演艺界商界甚至是警界 其中还有一条街 还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可谓是一手把控江湖 又一手演艺江湖 哪怕轰动一时的刘嘉玲绑架案 最终也是由他出面解决 画一头 照相 抓他这方面呢 他的老大 我认识他 不可能对嘉玲用那么道理 后来呢 他老大是说 有三张相片 刘嘉玲相片 出来给我看 三张 把衣服脱掉了 我跟他说 不要再搞 有家人了 他把这个相片都交给我 陈慧敏从小喜欢武功 12岁那年 就拜入了谭家三展门下 学习了谭家三展拳 后来他成为了一名狱警 由系统学习到了西洋拳机 还在这期间 结识了14K大佬 朱铭 加入14K后 陈慧敏凭借自己精湛的拳脚 很快就坐到了 双花红棍的位置 以时他还不过25岁 1971 1972年 陈慧敏两次作为香港选手 参加东南亚三大比赛 并且都获得了冠军 因此引起了日本山口组的注意 1983年 已经39岁的陈慧敏 显来无事 报名参加了一场 世界精英搏击大赛 对手是28岁的八个拳王 孙奇豪 他觉得陈慧敏又老又瘦弱 因此十分傲慢 比赛开始前 陈慧敏跟他碰拳 可孙奇豪却理都没理 这嚣张的态度 直接惹恼了陈慧敏 比赛后他火力全开 不到一分钟 就把孙奇豪给打趴下了 那哥们的师兄不服气 上台挑战 又被陈慧敏挤拳撂倒 山口组的几人十分欣赏他 于是 陈慧敏就成了山口组 第一个中国级组长 从此名声大噪 而那句 全有陈慧敏 唯有李小龙 也是因此传开 这句话是得到李小龙 本人盖章认证的 但陈慧敏却一直没敢承认 他私下和李小龙 稍微切磋过一些 说李小龙简直不可思议 出腿的速度和出拳一样快 一脚就把他整个人踢飞了 说两人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自己受不起这样的称赞 陈慧敏和李小龙关系很好 他非常崇拜李小龙的学识 后来李小龙意外去世 陈慧敏对他的儿子也十分照顾 但李国豪却一点也不像他爹 当时李小龙在全世界 有着极高的声望 日本一个导演便找到陈慧敏 希望他当中间人 请李国豪拍电影 一年拍两部 一部250万 唯一的要求就是模仿李小龙 这本来是件好事 但李国豪却仗着他爹是李小龙 整个人傲慢的不像样子 一天到晚穿个西装 连吃饭都不脱下来 陈慧敏让他视镜模仿一段李小龙 结果他还不愿意 整天要求这个要求那个 陈慧敏就警告他 要不是你爹 你连两万块都不值 更不会找你拍电影 陈慧敏本以为 李国豪会和李小龙一样 以传播中国功夫为己任 结果这个二世祖 却一本正经的说 我不是中国人 是美国人 听到这话的陈慧敏怒气冲天 对着李国豪就是一巴掌 而最有名的 还是洪金宝嘴上的疤痕 那便是陈慧敏的杰作 1985年 洪金宝与林郑英 在尖沙嘴大排档吃饭 却意外与陈慧敏的马仔起了冲突 场面顿时乱作一团 后来陈慧敏亲自出马 与红金宝单挑 钉在他的嘴上 留下了一道 至今都依稀可见的疤痕 后来陈慧敏金盆洗手 进入影视行业 许多制片方都争先恐后 邀请他出演电影中的黑道大哥 不仅是因为本色出演 更是看中了他背后的势力 当时香港的拍摄片场 经常会有会者会 故意找茬受保护费 但只要有陈慧敏在的地方 那些帮会就不敢乱来 如今的陈慧敏 经营红酒生意 开始享受起了老年生活 虽然人不在江湖 但江湖依旧有他的传说 我到国内去很多次叫 哎呀 香港的黑包老大来了 哎呀妈的 香港的有年来好不好 你不是 你习惯了 我要习惯没关系 你叫什么我都没关系 不要叫我黑包老大 叫我明哥 你给我面子叫他明哥 我就很开心了 因为我做老大做太久了 我做了50年脑袋 我不想做做老大了 请不吝点赞磨叻